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个意外偶发事件 但考验的是美方对妥善管控危机 稳定中美关系的诚意和能力 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对话 一边激化矛盾 升级危机 而一同中方相向而行 管控分歧 妥善出力这一意外偶发事件 避免误解误判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美国国会有关决议案无视基本事实 纯属政治操弄和恶意炒作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尊重事实 尊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对华污蔑抹黑的错误做法 停止采取导致事态升级的举动 我们多次指出 北约所谓的新战略概念文件 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顽固坚持对华系统性挑战的错误定位 抹黑中国对外政策 对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和国防政策说三道四 鼓动对立对抗 充满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中方对此严重关切 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北约放弃冷战思维 阵营对抗的过失理念 放弃树立假想敌 搞乱欧洲霍乱亚太的危险行径 为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做些好事 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侮辱美国领空 是完全是一起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 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说明情况 然而美方滥用武力 过度反应 升级事态 并以此为借口 非法制裁中国企业和机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将依法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 采取反制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正当权益